灵州官场本以为在灵州吃鳖的世子殿下这趟回王府过年 回来后时有星号星号已经跟大将军要了一柄上方宝剑 要在灵州大开杀戒了 不曾想周城依旧云淡风轻 这就让人犯低估了 难不成经略使大人真的如此身受器重 强大到让大将军都不得不另眼相看 给出一个不同于怀化大将军中洪武截然不同的结局 许多校尖脑袋都想挤进灵州将军府底的墙头草 仔细掂量了一下 都觉着还是先去离府登门拜年才妥当 加上将军府大管家孙福露出了名的不尽人情 传出话来 说近期府上不迎访客 也就少有官员去那儿自找无趣 可是在正月初六晌午 当黄南郡太守宋言举家迁入周城 不是借助于恩师李功德的经略使府邸 而是住进了将军府 就又开始让很多人摸不着头脑 不过宋言搬入官邸之时 世子殿下没有露面 因为他拉上徐北纸在承西喝酒 马夫由徐衍兵换成了既是同门又同是灵州副将的寒劳山 除了这对世子橘子 还有摘去扫雪糊球 换上一身素脯衣裳的裴南伟 那顶宽松雕帽倒是留着 在旧市王绿亭和同乡至交孙莹都在场 还有一个刚好跑来混脸熟的王云书 五个年纪相仿的公子哥 除了孙莹貌不惊人 面容古板 其余风流倜傥的四位凑在一堆 相当惹眼 好在喝酒的地儿处于周城的市井底层 才没有被人眼尖认出 喝酒的时候 王云书跟王绿亭都是黄南四王的人物 知根知底 而且两人当年更是灵州四霸之一 故而说起话来不显生分 只有那个战时在紫荆王室当寒酸熟失的孙莹 格格不入 一直沉默寡言 哪怕徐北纸几次主动找话 孙莹只能算是应对得体 却始终没能顺势拿住话题延伸开去 似乎此人天生就不适宜成为一张桌子上的瞩目人物 徐凤年心中自然要拿孙莹跟绅士相当的陈席亮对比 有些失望 陈席亮不论是在自己面前还是在徐霄身前 从无半点雀场未缩 徐凤年现在急需能够拿来救用的是紫书生 像徐北纸这样 随手丢到一个郡县就可以自己风生水起 完全不用他多操心 若非如此 徐凤年也不是神仙 如何顾得过来 察言观色功夫不差的王绿婷 几次在桌下偷踩孙莹的脚 死心眼的孙莹照就不开窍 桌上的一大锅炖狗肉香气弥漫 绿衣酒也喝了十多斤 差不多就该赴账走人 王绿婷心中哀叹 这位紫荆王氏的家主深知第一面的观感如何 无比重要 世上那么多所谓的怀财不育 实则大半都是不知找准机会毛遂自荐的笨蛋 男子怀财 又不是女子怀孕一眼便知 怪不得别人不是祸 可问题在于王绿婷比谁都确定孙莹不是那读死书的迂腐书生 这才叫人扼腕痛喜 他王绿婷虽说是世子殿下身前心静的红人 可他总不能傻乎乎跟世子殿下说孙莹才学如何了不得 是你世子殿下认不出千里马 不是那伯乐 王绿婷要是真如莽撞言行 也就坐不稳那紫荆王氏家主的座椅了 椅字上可是一样沾染不少族人鲜血的 别看王绿婷这惠儿儒雅翩翩 一手引诱匪扣剑才起义 一手重金请动官府剿匪 毫不含糊 把吃里扒外的族熟一家四十余口给杀了将近一半 只余下一些不成器后的老幼妇孺 十八名游扣更是一个活口都没留 全族上下至今格格尽若寒蝉 两拨人分道扬镳 王绿婷带着孙莹离去 王云书牵马同行了一段距离 然后就嘴上说自己在周城不缺酒肉朋友 得去勾兰私混 纵马而走 自打王绿婷当家做主 原先私交不错的两位公子哥也就渐行渐远 道路另一端 徐凤年买了一串冰糖葫芦咬在嘴里 徐北纸沉默许久 还是忍不住说道 真不打算重用有望成为北梁第二个摇白风的孙莹 忙着对付唐葫芦的徐凤年含糊不清说道 就算我要用他 也很头疼把他摆在什么官位上 就他那性子 甭管是否学富五居 到了地方郡县 如果我一旦撒手不管 这家伙还不得给老油条们收拾的抑郁而终 要是一定要我拿出一顶很大的官帽给他戴上 说实话 我确实不太舍得 因为送给谁 都比送给他孙莹管用 最不计比他孙莹更能立竿见影 只是任由他被摇白风拐去京城国子剑 也不妥 朝廷那边有的是得天独厚的环境和梁将 去细致打磨这块蒲玉 以后万一孙莹成了庙堂全臣 北梁又多出一个张巨鹿为敌 我的毁青肠子 可把他一辈子软禁在北梁 于情于理都不厚道 能被摇白风说成连中三元的读书人 结果落在我手里就是抱舔天物的命 传出去不好听 徐北指笑道 你是觉得孙莹是饥乐 实之无畏弃之可惜 徐凤年点了点头 不料徐北指摇头道 未必 徐凤年把半串糖葫芦递给安安静静的裴南伟 出人意料他竟是坦坦然然接过手去 咬下一颗寒在嘴里 徐凤年当下没有打情骂俏的心思 继续跟徐北指说道 能者多劳 要不你帮我试探试探孙莹 我实在无暇顾及了 马上就要离开灵州 跟徐霄一起参加边关练兵校舞 徐北指断然说道 他教给我的话 哪怕我当上灵州刺史 你一样别指望孙莹会对你掏心窝了 只要是个读书人 谁没有点傲气 孙莹尤为明显 徐凤年皱眉道 横竖不是葛事 你要我怎么办 徐北指轻声道 有葛最省事的法子 你听不听 徐凤年白眼道 别废话 徐北指平淡道 不能用就杀掉 杀得隐蔽点 失足溺水也好 慢慢毒杀也罢 反正这个你熟人 王绿婷野心勃勃 正好让他当金吕之灶之前 知晓什么叫恩威病师 裴南伟转头看了眼 这名北莽余孽 打定主义要跟此人敬而远之 徐凤年刚要说话 就远远望见街上一只骑队 跋扈驰骋 顿时惹得整条街机飞狗 好在百姓好像早已习以为常 富人抱住孩子撒腿狂奔 小贩挑担剑步如飞 几个街中央的汉子直接就飞扑躲闪 一格格熟能生巧 这无疑助长了那帮当街纵马的顽固子弟 嚣张气焰 挥边不止公子哥们大多批球带球挂刀配件 竟然还有位年轻女子眼神炙热一身力气不输结半顽固 胯下一匹骏马是很出彩的品种 黄龙票比千金难买的西域汉血马也差得不多 马队中属他和为首一记白蹄屋的坐骑最是昂贵醒目 徐凤年冷眼旁观 脸色平静 那匹白蹄屋仅是斜撇了一眼街旁的徐凤年 就一池而过 原本双方就此擦肩而过 不曾想黄龙票的年轻女主人眼睛毒辣 起先不过是乔上演了两名玉树林峰俊歌人的容貌 然后顺带着撞见了他们身边女子恰好抬头后展露的滋容 他一鞭子就灵巧抽过去 打掉了那绝美女子的雕帽 这还不止 停下马 调转马头 马蹄重重踏在街面上 相距十步左右 抖着那根细软的缠经马鞭 居高临下 不怀好意望向那一女二男 嘖嘖道 怪了 还能在这里碰上这么个水灵妇人 高德润 快来快来 保准你一年内都不用去窑子砸银子 抢了他回府 估计以后你那两条蚊子腿都没气力走出门喝酒了 徐凤年弯腰把雕帽从地上捡起 递给裴南伟 结果被他怒目相向 裴南伟毕竟是曾经的靖安王妃 恼怒那年轻女子的无知无理事不嫁 但还不至于跟那人一般见识 只是姓徐的明显可以挡下那鞭子 仍然眼睁睁看着自己受入 这才让裴南伟火帽三丈 徐凤年见他不收雕帽 就笑着戴在自己头上 年轻女子停下马 马队很快就都马头掉转 悉数返回 被娇横女子喊作高德润的公子哥 眼前一亮 惊为天人 根本就不多说什么 翻身下马 一溜烟冲向裴南伟 就要扛起丢到马背上打到回府 徐凤年摆了摆手 是一暗中尾随的韩劳山不要露面 然后向前踏出一步 看似软绵绵轻轻一脚踹出 性高的顽固别看细胳膊细腿 风一吹就倒 其实在灵州顽固这个行当里头算是拿得出手的高手 他应笑一声 脚尖一点 一个漂亮花哨的要子翻身 扑向那个出腿就知道是个绣花枕头的家伙 逗他玩得徐凤年嘴角翘起 猛然一大步踏出 高大公子才听到同伴要他小心地呼喊 就给一掌推在胸口 整个人就直接从街这边被砸到那一边 不幸狠狠撞在两间铺子之间的硬石墙壁上 摔落在地 生死不知 那罪魁祸首的女子脸色阴沉 双手扯住马鞭 使劲绷直 眼神很毒 提醒那位高大公子要小心地公子哥眯起眼 摸了摸跨下骏马白蹄屋的棕毛 审声道 当街无故行凶 目无法记 你不知道死字怎么写的吗 徐凤年双手扯了扯刁帽边沿 身形一闪而逝 一掌拍在白蹄屋头颅上 价值足足三百两白银的骏马甚至来不及哀嚎 当场暴毙 马蹄弯曲瘫软在地 吓得那公子哥匆忙跃起 往后撤退几丈远 连试探对手深浅的星号星号都欠缝 徐北纸叹了口气 这会儿别说是你们这帮半吊子崖内 恐怕就是不可一世的燕文鸾出现 也得被正巧满腹愤懑无处发泄的世子殿下说打就打了 徐凤年深呼吸一口气 压抑下翻涌杀鸡 念无表情说道 滚 那骑成黄龙票的权贵女子怒急返校 行啊 确实有些三脚猫功夫 本小姐投回听说灵州还有如此有骨气的江湖人士 常见识了 心爱坐骑横死街头的公子哥丢了隔眼色给一名同伴 那一记急迟而去 徐凤年寡了掩马背上的女子 然后跟徐北纸继续前行 徐北纸笑问道 好受点了 徐凤年无奈道 什么跟什么啊 徐北纸不再在他伤口上撒野 转头看到那些剑拔弩张的权贵子弟都收起了刀剑 放慢马速 跟在后头不肯离去 满脸都是准备看天大笑话的狠利玩味 徐北纸轻轻咬了摇头 一对一甲鲜亮的巡城士族 在那名暴性骑士的带领下快跑而来 气势凌人 徐北纸冷笑 这帮玩裤刀也不傻 知道对付那些武艺不俗的江湖高手 借官府的刀杀人才有效 而且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省心省力省银子 何乐不畏 徐北纸看见白蹄屋的主人跟同伴同骑一马 显然还不满意这阵仗 招了招手 跟身边一人窃窃私语 后者又纵马离去 徐北纸笑了笑 看来是要铁了心斩草除根 再吆喝一些人马过来围剿 以防他们三人苟急跳墙后凭借伸手逃离 应该是一波心狠手辣的江种子弟 能够搬动大批地方上的巡防士族 说不定这座州城的巡防务守大权就掌握在某一位父辈手中 邻州作为边境将领寒一弄孙的养老好地方 杂号将军多 薰品都未多 兵痞子更多 当初经略使大人无力弹压邻州虚立之乱 一部分原因固然是李大人本身不作为 更重要是经略使大人是北梁难得的纯正文官 对于那些手握实权的邻州校尉 就是真心想要管教约束 也一样的耗费大量精力和人情 北梁文武失衡的格局 由来已久 世子富梁 内外相争 无形中又加剧了北梁的复杂局势 率先赶来的那对士族一格格跃跃欲试 手握刀柄 直等武长大人一声令下 就如先前董校尉家的千金所说 在灵州还真很少碰到敢惹是生非的江湖好汉 更别说是在戒备森严的周城里 黄南俊有一位武学宗师坐镇的连堂请客间灰飞烟灭 这个骇人消息已经趁着正月里的拜年传遍灵州 更是让那些灵州大小帮战战兢兢 今年孝敬官老爷们的银两 不约而同都添了好几成 武长宁笑着抽刀 就要请拿下这三人去跟周大人以及董月齐请公 才过完年 真他娘是个开门红了 街上热闹非凡 王绿婷跟孙莹跟在人流中 看到这一幕 王绿婷有些哭笑不得 犹豫着是不是要出去拦下那帮眼珠子长在屁股上的家伙 孙莹摇头道 再看看 王绿婷轻声道 刚才我跟你说了 殿下不是那种喜欢小打小闹的人 而且这趟殿下之所以出门 是要见你一面 惹上这种麻烦事 我过意不去 孙莹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平静道 孙莹十四岁时就已经读完该读之书 之后你总问我在做什么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自古便有秘不外传的帝王术 用以治愈群臣 可我这儿有撰写半部的长短正反经 可以揣摩 针对 继而制衡帝王术 姚大家去京城之后 不是我不想去那天子脚下 而是去不得 一去就是个死 孙莹怕死得很 世子殿下的韬光养晦 我如何看不出 既然他能让你们黄南郡寺王游冒和神离变作彻底决裂 更是证明殿下如我那一碗与你夜话所讲 选择了那中策至李灵州 但是孙莹所求 哪怕是一个世袭罔替的世子殿下 仍旧给不起 孙莹与其唯心贱卖所学 不如不卖 王绿亭遗憾道 你就不能学着委屈求全 孙莹姬笑道 那与经略时李功德有何意 王绿亭赶紧闭嘴 老老实实做闭上官远处那风波 生怕身边这家伙又说出什么大逆不道的言辞 北梁贫苦 也许是由于破罐子破摔的破罐子都没有几只 光脚的历来不怕穿鞋的 自古民风彪悍 对于谢斗 那是司空见惯 也就是徐霄到来之后 才有所收敛 可骨子里流淌着的好斗血液 始终没有淡去 此时出现难得一见的名语官斗 很多汉子都在喝彩瞎起哄 只是谁都没有想到当一个穿着普通的男子走出后 别说什么雷声大雨点小 根本就是雨点都没了 那蛮横无比的董家千金愣是被鬼附身似的 慌慌张张下马 走到那男子身前 远处旁人也听不到说了些什么 只看到那男子神情冰冷 跃其校尉的千金竟然也不恼羞成怒 依旧局促不安站着 外人不知这边状况 董家大小姐的那帮狐朋狗友 一格格吓破了胆 纷纷滚落下马 如履薄冰 那武长更是迅速收到归翘 带着手下士族哗啦啦跪了一大片 原来灵州第二大十权校尉董月琪的女儿董真 认出了这位男子是姓韩的灵州副将 在韩副将年前巡视军营时 董真恰好在附近逛荡 远远看上一眼 只觉得这大叔气势凌人 便是他心目中在灵州之手遮天的的爹也远远比不上 只能从旁陪衬着 事后他听父亲小心翼翼说起过 韩副将随同世子殿下一起进入灵州 那个从未在将军伏敌以外露面的世子殿下不用理睬 只要别跟他硬碰硬 殿下迟早就要自己夹着尾巴离开灵州 可这韩副将却万万招惹不得 此人不但是枪先王秀的师弟 武功盖世 更是大将军的贴身护从 以后还要在灵州长久为官 这惠尔灵州官场已经有助惹精略使不惹韩副将的说法 董真怎敢在这个堪称无敌的传奇男子面前耀武扬威 不过在他看来 折腾出这么大动静 理在他这边 再者他不觉得韩将军会跟他一个晚辈女子斤斤计较什么 只是当董真看到那刁帽年轻人走到韩将军身边 低声说了什么 而韩将军竟然只有点头的份 董真顿时下的肝胆欲裂 偌大一座灵州城 谁能如此对待韩劳山 那人的身份哪里用猜想 董真第一个惊醒 重重双膝跪地 其余顽固子弟健壮 也是吓得屁滚尿流 扑通扑通陆续跪下 大气都不敢喘半下 韩劳山语气声硬道 都跪着 请人去让你们家里关最大的 来领人 给你们五住香功夫 没人来 韩某人就直接拧下你们的脑袋 董真欲哭无泪 他们都得老老实实跪着 让谁去请人 那刁帽年轻人轻声笑道 让这帮兢兢业业给灵州老百姓做事的军爷们去传话好了 各位军爷 赶紧地 骑上他们的骏马 这样的机会不多的 一匹马就比你们全部家当值钱了 到时候这帮人随便死了一个 你们身上的皮就得被人迁怒扒下来 不光是身上甲皱 皮肉也得少一层 那名武常壮着胆子起身 有他带头 麾下士族也犹豫着站起 徐凤年对武长说道 我错过了 刚好多了你一个 你留下 其他人去报信 对了 跟他们长辈说一声 当过武官的 都要一一披甲而来 董真想死的心都有了 他垂手时眼神惊惧又怨毒 这都快小半柱香没了 远处 越来越拥挤的街上众人只瞧见那个应该来头很大的雕貌年轻人 摘下了寻成五掌的腰间佩刀 然后安静蹲着 横刀在西 这让看客们大失所望 前些年见惯了听多了四位灵州恶少的跋扈行径 按照常理 天下乌鸦一般黑 比拼靠山 比拼家世最终胜出的高粮子弟 不是应该亡死李十多那些输了的可怜家伙吗 否则和和气气的 也配当个灵州顽固 王绿婷好奇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是要杀鸡锦猴 让这些人所在家族里的灵州官员服软低头 可照目前情形看 不像是要真的杀人啊 如果真要等到那些官员到场才杀 那也只能杀个口服 很难心服 孙银缓缓说道 下策乱杀一通 杀顽固杀官员 在灵州百姓眼里立威 到头来惹得灵州五官文臣和衙门虚立更加同仇敌忾 眼下的燃眉之急 算是烧光了眉毛 中策一个不杀 权当卖一个人情给这些家族 起码能让他们以后吃相不会太难看 双方暂时相安无事 但对于灵州大士 仍然于事无补 优良两周的边关将士 还会轻看了世子殿下 上策 当下局势 几乎没有上策可言 王绿婷笑道 几乎 孙银平静道 有是有 可我不觉得世子殿下办得到 王绿婷追问道 说说看 孙银难得笑道 要是稀里糊涂收场 然后你请我喝顿好酒 我喝高了 就说给你听 反正在北梁 我孙银这辈子注定高不成低不就 既然活不痛快 就只能喝痛快了 四柱相后 一匹匹骏马狂奔而来 所幸绝大多是武将出身 马术精湛 仅有一位不曾上过沙场的文官 也有极致 让护从驾马 同城一计 他本人故不得气度风范 死死抱住护从的腰 狼狈不堪 乐旗校尉懂红丘离得最远 但还是跟那文官一起到达 前头道场的四位武官 一位灵州兵曹从事 一名杂号将军 两位十权兜卫 都已经跟各自子孙跪在地上 那个壮墙昏厥过去的顽固也给拖来 主掌一周文术案卷的至中周大人 也脚底抹油 身形竟然是快过了董月旗 干净利落扑倒在地 哭腔道 卑职周建树参见世子殿下 镊子惊扰了世子殿下 卑职罪该万死啊 要知道这位灵州至中周大人 正是那天得以进入将军官邸的一小撮人里的一员 在书房得到了世子殿下的暗示允诺 不说身官发财 起码不管灵州如何跌宕起伏 他周建树好歹文文保住了屁股底下灵州文官第三把交椅的至中一职 那骑城白蹄屋的周大公子 正是他周大人嘴上的镊子 连咱们背靠燕文鸾燕统领这座维俄大山的周至中都乖乖跪了 那些兵草从事和将军都未也都心里舒服几分 唯独董月旗仅是站立着抱拳审声道 莫将董红秋参见世子殿下 他站着 但是世子殿下还蹲着 周至中眼角余光瞥见这一幕 又低头了几分 只是嘴角悄悄翘起 整座灵州官场都知道董红秋是忠老将军的心腹艾将 而且董红秋因为年少投军 也是经历过春秋战事的功勋武官 否则也当不上威风八面的灵州乐旗校尉 这类地位显赫的肥缺 不知道有多少从边境上退下来的武将眼巴巴盯着 没有点真本事 就侥幸算当上了 也会被踢下来 说实话 哪怕是那些看不惯董真周建树之流纹酷的寻常百姓 心底也觉得董月旗不贵见那首无寸功的世子殿下 是应当的 那世子殿下握住那把北梁刀 缓缓起身 没有董红秋预料中的勃然大怒 甚至没有要拿北梁世子或者是灵州将军两个身份来强迫他下跪的迹象 毕恭毕敬站在世子殿下身后的韩劳山才要前踏一步 就被徐凤年摆了摆手 徐凤年主刀而立 双手轻轻叠放在刀柄上 微笑道 诸位大人放心 本世子没遭什么罪 倒不是说你们的儿子孙子不想造孽 只是他们没这份本事而已 他们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败家子也好 还是只知道躺在你们攻击部上想服的蛀虫也罢 跟本世子都没太大关系 本世子在北梁不讲理了小二十年 的确是很多事情都不讲理 在这方面跟你们子孙是一路获色而已 不过今日借着这个机会 还是要跟你们讲一讲恰好本世子懂的一个小道理 董月齐冷笑道 哦 既然世子殿下有这个闲情意志 莫将愿闻其详 徐凤年笑道 其实也不用本世子怎么讲 来人 除了至中大人 帮其余这些大人拖去身上甲咒 跪在地上的五官格格猛地抬起头 愕然之后就是遮掩不住的愤怒 其中那明年过五十的冰草从事更是黑着脸站起身 老子为了你们徐家拼死拼活 才有今天的风光 如今这些家底都是老子应得的 可杀不可入 我那孙人虽然有以下犯上之嫌 可毕竟不曾伤你分毫 即便你仗着是大将军的敌长子 是咱们北梁的世子殿下 我孙人命不好 生下来就输给了你这位想要当官就立马能当上灵州将军的年轻人 你徐凤年要打他一顿 老子认了 只是想要羞辱老子 没门 老子活了这么大把年纪 还真不信你敢把街上这些人都给杀了 若真是如此 就当老子当年瞎了狗眼才给你们徐家卖命 杂号将军跟两位都未对视过后 也都咬牙站起身 那群在远处只能约莫看个大概的百姓 已经有人开始大声叫好 有嚷嚷说咱们灵州爷们就是好样的 也有交头接耳说着这些官老爷为官不咋地 可脾气对胃口 裴南伟望着那个背影 没来由记起了当年在湘凡城外芦苇荡 那一幕被他亲眼所见的惊心动魄情形 本该幸灾乐祸的他 有些意态阑珊 徐凤年没有动刀 仅是微微歪了歪头 早已杀鸡沉重的韩劳山一掠而出 把极有骨气的董月琪踢的身躯前扑 又被韩劳山一肘敲在后背上 董红秋一百七八十斤重的魁梧身躯硬生声轰杂在街面上 尘土飞扬 平日里在灵州莲金略使大人也使唤不动的董月琪 就这么趴在地上 竭力挣扎着要起身 被已经刻意收敛尽道的韩劳山又是一脚踩在后背上 彻底成了一条灰头土脸的死狗 看得所有百姓悚然 至终周建树喉咙一动 咽了口唾沫 董真和周建树这伙人都被震折得面无人色 就连那个许久不曾听闻沙场号角久不见沙场狼烟的灵州年麦冰曹从事 也开始胆颤 徐凤年提起北梁刀 指向那名双腿打颤的武掌 去 脱光董大人的上身衣物 脱光了一个接着下一个 徐凤年因森森加了一句 本世子很少讲理 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董月琪发出一声悲壮嘶吼 不被寒劳山阻拦后 亮呛起身 我月琪笑为董红秋 今日自己脱甲 从今往后 老子再不是北梁武足 冰曹从事也红着眼睛 嗓子沙哑 节节笑道 去你娘的 当格卵的灵州官 黄中也自己卸甲 于是除了文官周建树 大冬天都光了膀子 既滑稽又可悲 当年为了大将军徐霄披甲死战 如今因为这个世子殿下愤而卸甲 百姓们不知谁戴的头 越来越群情激愤 如果不是有寻常假释按刀截住去路 恐怕他们就要一窝蜂冲上去 那个挨牵刀的世子殿下竟然就那么冷漠站着纹丝不动 夹杂在汹涌人群中的王绿婷嘴唇发抖 转头问道 孙莹 这可如何是好 孙莹眯起眼 目不转睛望向那个同龄人 不说话 董真丢了马鞭 站在父亲身边 他捂住嘴 泪流满面 至终大人也被他的镊子强行搀扶起身 徐凤年眼神冰冷 平静说道 董红秋 现任灵州四品乐旗校尉 二十六年前投身徐骁军中 跟随楚禄山千奇开蜀 头一个登上春山关城头 仅此一战 身负四刀 黄中 现任灵州正四品兵曹从事 向樊城攻守战 身为登仙迎死士 六次以赴城墙登仙 六次负伤 直至重伤无力再战 八百登仙迎死士 经过十二次填补 战后只活下十九人 红元 与青生兄弟红河红山 皆是梁州第一批游弩手 一起搁下北莽赤侯头颅二十一颗 兄弟相继战死 红元深受重创 右手至金握不住一只茶杯 不得不退出边境 被徐骁亲自刺下杂号威远将军 许诺长子极官便可为官 其余两名靠着父辈公英或是银子铺路成为都为的家伙 士子殿下都没有正眼看上哪怕一眼 士子殿下握住那把北梁刀 转身离去 只留下一句话 站在这三人身边的 去数一簇你们祖辈父辈身上的伤疤 未完待续